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登下楼早前六名学生到海边游泳育逆 四名失踪者的遗体已经全部寻获 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今天开幕 成为我国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 配合农历新年的来临 马六甲路路交通局从1月18号到2月2号展开交通取缔行动 包括了伪装成为乘客监视司机是否有违规 此外本月23号到28号期间 重型车辆也会禁止上路 否则将会遭到严厉的对付 马六甲路路交通局局长 Muhammad Fidal表示 警方将特别关注曾经有过超速记录的 巴士业者 穆网友在马六甲中央车站接受采访时 向媒体这样指出 他表示这项行动是为了确保巴士业者遵守 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和交通规则 对于拥有激素层面问题的巴士业者 需要立即将损坏或是不达标准的部分进行修缮 此外当局也会和反毒机构进行合作 对所有的巴士业者进行尿液检测 受到东北季后风的影响 吉达州已经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下雨 引发水源短缺的问题 对此州政府展开应对措施 希望通过步云造雨缓解情况 结果因为云层不足而无法造雨 吉达州大臣Dr. Srimu Kris表示 将会持续和气象局保持联系 再计划造雨的时间 吉达州大臣 Mukris在吉达州出席长月集会时 发表了这样的谈话 他指出 州内的部分水坝还有30%的水量 州政府会持续监控水坝水位 确保水供问题不会加剧 截至目前 家庭用水和水稻种植 都是由农业发展局供应 副首相Dr. Srimuwan Aziza指出 沙巴金马利国席补选落败 不排除有一些当地因素所导致 但是西蒙会吸取这一次的教训 重新检讨以便重新 迎许民心 Wan Aziza表示 当地选民已经在这次的补选中 做了决定 西蒙败选也有可能是一些 当地的问题所致 无论如何西蒙会吸取这次的教训 他指出西蒙会自我反省 并针对不足之处进行修正 以便可以重新获得人民的支持 Wan Aziza也是吉隆坡班单国会议员 他在回到选区 向选民派发年干时这么表示 他说 有人说这次的补选落败 也许是跟沙巴临时准政有关 因为有人指 这是西蒙的决定 但实际上是国际时期留下的政策 但也许这些讯息 没有成功传达到基层人民 针对人民公正党纪律委员会 对于副主席 Zerida的调查工作 Wan Aziza表示 调查工作 就如纪律委员会进行独立调查 且采取必要的行动 他不干预 避免被制有所偏颇 废除大道收费 是西蒙政府在509大选中的 其中一个竞选宣言 如今在政府的努力下 南北大道过路费 从今年开始折扣高达18% 财政部长林冠英强调 政府没有忘记 废除大道收费的承诺 他直言 如果不是因为 一马发展公司丑闻的话 取消大道收费的措施 就可以实现 林冠英在五级南马公园 主持灯笼亮灯仪式时指出 虽然政府兑现承诺的步伐缓慢 但是南北大道收费降低 凸显了政府试图一步一步改变 他说 有人质问 为何不直接废除大道收费 他认为 这个问题主要是 一马发展公司导致国家蒙受损失 无法落实西蒙政府的计划 他说 一马公司宠闻导致我国损失 高达1500亿令吉 尽管西蒙政府成功通过谈判 争取高达470亿令吉的款项 但是 还是少了1030亿令吉 来落实计划 他说 如果现在还是前朝政府执政的话 那么过路费不可能会降低 而是小幅度涨价 吉隆坡假动一名男子胆大包天 竟然伪装成警察 借此拦截并抢劫一名孟加拉外劳 结果他在逃跑的过程中落网 警方已经扣留 嫌犯4天协助调查 俄骂警区主任阿瑞范警监表示 28岁的嫌犯是在上个星期五 在假动路上企图拦阻一名外籍劳工的去路 并且要求对方呈上身份证明文件 手机以及现金250令吉 随后逃之夭夭 然而 嫌犯在逃离现场时 被地杀在野警局警员拦截 揭发他的恶行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170冒充公务员条文 以及第384勒索条文 对这起案件展开调查 同时扣留嫌犯4天 以协助调查 吉打刮拉姆拉县 今天凌晨一点半左右 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没有驾照的15岁摩托骑士 试图超车 不料撞上迎面而来的摩托 结果量成四辆摩托相撞 造成二死三伤的惨剧 刮拉姆达景区主任 阿斯利警监表示 四辆摩托车中 有三辆是从Tikambatu 前往刮拉姆达方向 一辆则是从另一个方向驶来 他表示 在事发时 一名15岁的无驾照骑士 试图超车 不料撞上迎面而来的骑士 两人受重伤 当场身亡 而另外两辆摩托车 也因闪避不及而相撞 三人在事故中受伤 警方将援引 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1条一款条文 对这起案件展开调查 同时也把照货的摩托车 带回警局备案 两名死者的遗体 则被送往苏丹阿都哈林医院 太平间进行解剖 登加楼周早前 六名学长到海边游泳育腻 其中两人获救 四人失踪 不幸的是 搜救人员连日搜寻以后 找回了四具冰冷的遗体 被发现的死者 是来自登州干马晚的 摩托车发密 21岁 他的遗体被德朗冲上 距离事发地点 8公里的海滩 同时 来自刮拉登加鲁的 摩托车一贯 21岁的遗体 接着在上午 11点35分 在发现 首巨遗体的地点 约1公里外浮出海面 而在今天上午3点 搜救人员成功找到 最后一巨遗体 这意味着他们全部罹难 六名来自农运 苏丹米站在那 阿比丁公益学院的学生 前前下午 接班到直落 比达拉海边 游泳实力币 其中两人获救 消诊局派出来自农运 刮拉乌浪 以及朱盖分局的消诊员 联合警方 民防局 以及海事执法局等机构 展开搜寻行动 患有心脏病的人士 经常会无预警发作 霹雳州早前就在 医保的十个地区 安装自动体外心脏去颤器 作为拯救生命计划的一部分 为了减少心脏病患者 因为病情发作 而面临死亡的风险 州政府计划继续在公共场所 安装更多的去颤器 掌管霹雳州青年级体育事务的 行政预员李存孝表示 医保目前已经安装了四个地点 是苏丹阿都阿兹公园 第二公园 医保操场以及端顾沙拉游泳馆 他是在端顾沙拉游泳馆出席 拯救生命活动时这么表示 AED是一种便携式的 用于应对心脏肉停等 紧急事故的急救仪器 这台仪器是针对非专业人士 设计的一学一懂 目的是要让众人在公共场合 遇见类似的事故时 能及时在黄金时间内 是以元首救回一条人命 我国联邦直辖区 自去年开始 全面落实零塑料政策 为了配合联邦直辖区日的到来 四千人今早聚集在吉隆坡 参加跑步活动 作为推广社会迈入零塑料的运动 这项跑步活动是在独立广场 在联邦直辖区部长 Khalid Abdul的主持下正式开跑 除了庆祝联邦直辖区日外 活动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推广零塑料运动 另外现场也举办了 塑料替代品展览会 与此同时 政府也在活动上 赠送四百面联邦直辖区旗制 给各议会和社区 借此欢庆二月一号 联邦直辖区日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OK110 RTM Sport 111 Sanuran Berita RTM 123 Dapatkan set-up box anda hari ini RTM Pilihan Terbaik Hanya di MyPreview Dapatkan set-up box anda hari ini Dapatkan set-up box co-poc tractor Dapatkan set-up box Sanenang T 미 iki,kan set-up box, hati market Hotly Prepared 让您随心所欲 竞享无限娱乐 新消息 喜马拉雅山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发生雪崩 导致一群登山客遭到掩埋 当地警方在接获投报后赶紧连同搜救队伍到场展开搜救 并疏散其他的登山者 目前这起事故导致7个人下落不明 其中包括了4名韩国人 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五早上10点半左右 根据媒体报道 这起事故造成来自韩国 台湾和中国的登山客失踪 他们是在海拔3200公尺的安纳布尔纳山峰附近遭遇雪崩 韩国外交部事后透露 来自韩国的登山队一共有11人 事发时他们是在当地做义工 主要负责教育尼泊尔的孩童 尼泊尔警方表示 警方和搜救队伍已经出发展开救援工作 但是由于现场的大风雪天气和地形严峻 救援工作相当艰难 期间一度撤离现场 随后再展开第二次救援工作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已经启动审理程序 美国参议院将从美国时间21号正式开始审理 当地时间1月18号 美国众议院弹劾管理人提交了特朗普弹劾案的法律简报 特朗普的律师正式回应弹劾指控 并以非法为由 我会起诉 弹劾案的法律简报指出 特朗普的不当行为已经构成对国家和法治的威胁 压倒性的证据显示 特朗普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的罪名成立 参议院必须将特朗普定罪和免职 并永久禁止他担任联邦政府职务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也在第一次正式回应中表示 民主党发动了一场厚颜无耻 和非法的攻击 企图推翻2016年大选 这些指控违反美国宪法和试图干预选举 白宫拒绝参与众议院的调查 然而特朗普律师团队没有否认民主党的指控 承认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特朗普从乌克兰扣留了391万美元的援助 并要求乌克兰总统调查拜登 但是特朗普的律师团也说 特朗普的行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他这么做完全是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形式 据了解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将在美国时间19号 提交一份更长更正式的法律简报 特朗普也在日前发推文 炮轰民主党明目张胆的操控选举 抨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选择这个时候 向参议院提交弹劾条款文件 目的是逼迫多名民主党参议员 留在国会参与审讯 削弱他们在总统初选出现的机会 刻意偏帮另一位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已经敲定了10人辩护团队 尽管美国政府还没有宣布 辩护团队的全部阵容 但是已经证实了白宫律师 齐波罗恩将担任辩护团队领导律师 并获得特朗普私人律师塞库洛的支持 塞库洛估计会代表特朗普在参议院 宣读辩护声明 除了白宫的律师 美国媒体透露 特朗普也招揽了多名重量级人物 加入律师团队为他辩护 包括曾经调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 前检察总长斯塔尔 以及著名宪法律师得效维持 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内忧外患 在他面对总统弹劾案的同时 成千上万的美国女性 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上街游行 反对特朗普连任总统 这项示威主要是抗议特朗普贬低女性 为了反对特朗普贬低女性 当地全国各大城市 星期六聚集大批妇女和年轻女子游行 包括纽约洛杉矶和丹佛等等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当地示威者就聚集在白宫自由广场附近 高喊口号反对特朗普连任总统 一些示威者指出 喜欢贬低女性的特朗普 执政后会变得更加可怕 并呼吁其他女性一起抗议特朗普 并表示自己对特朗普赢得大选后 再执政四年感到可怕 当地媒体报道 类似的示威活动是在特朗普宣誓旧之后 开始出现 并且每年都会发生 尽管示威者对特朗普的批评 至今都没有心软 但是参与的人数每年都在下降 早前法国巴黎歌剧院的舞蹈演员 露天表演天鹅湖 抗议新的退休体制改革 1月18号星期六 就有将近200人进行露天表演 抗议政府试图强行通过新的 积分制退休改革制度 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的名曲 卡门和马赛曲 不断回想在加尼叶歌剧院的露天台阶上 台下挤满观众热烈鼓掌 在激动人心的掌声中 听到乐队和观众席中 同时高喊罢工万岁 巴黎歌剧院的舞蹈演员 歌唱家 音响技师 和有长期合同的工作人员 从路易十四时期开始 早就享有特殊退休体制 例如 这里工作的合唱家 可以五十七岁退休 音乐师六十岁 舞蹈演员从四十岁开始 可以按规定提前退休 不想早退的舞蹈演员 最多也只能跳到四十二岁 非退不可 马克龙政府推出的改革方案 要取消特殊体制 合并所有通修制度 设立通用积分制 如改革成功 巴黎歌剧院和发兰西喜剧院工作人员 可以享有特殊退休体制 将延消云散 全国性的罢工活动 还将在一月二十四号再次发起 近来 反对退休体制改革的强硬派 发起的是零星的拳头抗议活动 例如 阻止卢府公正常运作 总统夫妇一起前往巴黎北方 布夫剧院观看西纪徐 被众人包围等行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在今天举行开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张旭表示 希望中心的成立可以向社会各界人士推广中国文化 增进马中相互理解和双边关系 并和本地的机构建立伙伴关系 由中国驻马大使馆筹备设立的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 今天在馆内举行接牌仪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张旭表示 中心的成立将成为我国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 也将巩固两国的关系 推进一带一路计划的合作 我希望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 能成为马来西亚朋友 了解中国多数文化 感知当代中国发展国力的新方 我也相信 在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的名字下 两国民间的理解与友谊 亦将不断生化 更好的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为推动中国与马来西亚 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 共同发展 运造更好的氛围 我国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副秘书长 杜延永庆也代表出席活动 另外中国音乐学院和马来西亚集团艺术家 也带来了精彩的演奏 包括了金贡花与茉莉花 欢乐歌和春江花月夜等等 这场演出还以不少国人怀念的 已故歌手Dansri Datu Piramli 作曲的Gataranjiwa作为压咒 最后由中国国家画院代表团 带领所有出席者参观该院的珍藏 也就是由41位山水 花鸟 人物画 以及书法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的精品 作为活动的尾声 美国国际乐器舞台灯光展从当地时间星期四开始举行 许多古典乐器在时代的进步下也有不少高科技的演变 当中包括了可以通过耳机练习打鼓 或者降低学习门槛的智能 无客历历一起去看看 这项由美国乐器商业协会主办的年度乐器盛典 在加州洛杉矶举行 不少乐器公司展示自家的智能乐器 可见如今就算是古典乐器 也得跟上时代的脚步了 例如这款电子口琴 在经过瑞典乐器公司不断改良后 可以连接耳机自己练习 彻底解决了对邻居造成声音干扰的烦恼 而同样会造成别人困扰的锣鼓乐器 也在这个会展上出现一款 通过蓝牙模拟锣鼓的新产品 Air Drumming Kids 这对于新手练习 无疑能够提供非常大的帮助 从前要学好一种乐器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降低这个门槛 中国一家吉他公司 也推出了智能乌克莉莉 初学者可以利用手机连接乌克莉莉 并根据琴弦的灯光提示弹奏 加速掌握乐感的能力 这项展览会举办到19号结束 期间参访者还可以见识到 更多不同功能和崭新的乐器 感受科技和音乐结合的力量 第五十一届德国杜塞尔多夫 国际游艇及水上运动展览会 是这一趟最大的室内游艇站 让大家可以了解游艇行业的 最新产品和发展趋势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 我是黄康星 感谢收看华语新闻 祝您晚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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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